NBA新赛季东部哪加强?绿军或纳米之独秀,76人虎视丹丹判复仇。 当詹姆斯加盟胡人离开东部,已经连续统治东部长达8年的霸主离去,谁堪称为下赛季的东部王者? 无庸置疑,冰墙马壮的凯尔特人会是首选,还有猛龙与熊鹿无可无视,但冉冉升级的青年军76人同样不容小觑,他们上赛季已经打出惊艳表现,欠缺的无疑还是惊艳罢了。 尽管76人在休赛期尚未有大动作,积极追求马斯球星伦纳德也未有下文,但他们即便是维持现有阵容,同样是一支天赋战队。 恩彼得,本西蒙斯的双核已经证明他们的威力,外加萨里奇与富尔茨等青年才俊,费成青年军的满满炸裂天赋无疑让不少球队,只剩下眼蝉羡慕的份。 即便在赏赛季的东部半决赛,76人输给执行力更好的凯尔特人,并且绿军新赛季将迎来欧文与海沃德付出,但76人同样在不断成长。 恩彼得已经证明他是联盟顶级内线,而本西蒙斯则是全新版全能战士代言人,哪怕他们修赛期流失几位老将,但整体实力会伴随他们的成长继续提升。 无庸置疑,没有詹姆斯领军的骑士拦路,下赛季76人能否与凯尔特人会失冬绝,恩彼得,本,西蒙斯又能否挑战绿军三巨头,如此戏码则需要时间给出答案。 不过费城青年军已经告诉所有人,年轻不代表毛躁,残症不亦未削弱,属于76人的崛起成长已经来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